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2576集 而如今令整个魔界之中 若说唯一能让秦晨忌惮的 也就只有冤魔老祖而已 其他哪怕是荒谷至尊这样的巅峰至尊 若是秦晨愿意只要是暴露洪荒祖龙等枪折 怕这也能轻易对抗 自然是无惧的 轰顶上秦晨化作了一道流光 直接是略向了刀魔至尊 刀魔至尊这一刻真的蒙了 刚才那无比可怕的一剑携带着的威能 让他都站立了 刺在他的魔刀上 魔刀砸在他的胸膛上 无尽的冲击力瞬间肆虐他身上的护甲 直到他肉身防御的极限制 一股股可怕的轮回之力不断的冲击而来 剧烈的冲击令得他庞大的至尊身躯 剧烈的震颤 轰隆的一声 刀魔至尊停下了身躯 他的至尊身躯直接就是燃烧 有可怕的物质散逸 背后的虚空直接崩灭 刀魔至尊低头 神色惊悍 刚才那一集竟然是令得他的本源 泯灭了五分之一 刀魔至尊真的震惊 他是谁啊 后期至尊 而且是跨入到后期至尊 有无尽岁月的存在 在正道军中 除了大祭祀 大护法 大长老 三大领袖之外 他属于最最顶级级别的高手 统领一方 而大祭祀 他们三人 常年闭关 可以说 刀魔至尊 是正道军之中 真正管事的高手之一 他的肉身强度无比的可怕 后期至尊中堪称顶尽 而且他身上还有一件 至尊级的护甲宝物 放眼浩瀚宇宙 能够一招令他肉身 本源泯灭五分之一的 也是极少极少 无疑不是宇宙中 最强大的可怕存在 可眼前这个小子虽然强 可是论修为气息 比他这个后期至尊还差了许多呢 怎么会有如此之强呢 更让刀魔至尊心惊的是 对方之前那一招 竟然给他一种极为熟悉的感觉 似乎曾在什么地方 感受到过一半 在什么地方呢 而在刀魔至尊疑惑之时 秦辰的攻击 已然是再度降临 那黑色的剑气划过虚空 所过之处 形成了可怕的漩涡 小岁那无比坚固的 无声魔语空间 砰的一声 根本是无法抵挡 刀魔至尊再次远远的 被抛飞开去 轰隆一声 他身上燃烧着本源 四周的无声魔语之力 直接被他给引动了 抵抗着秦辰的攻击 若非是这无声魔语之中的 特殊之力 光靠刀魔至尊自己 怕是早就已经身受重伤 但是即便如此 刀魔至尊本源 还是在剧烈地消耗着 他的剑招 怎么可怕成这个样子 刀魔至尊惊怒 再这样下去 我必然危险 除非惊怒大祭祀他们 刀魔至尊惊怒之间 秦辰手中的神秘袖剑 已然是再度地展露 轰隆一手 这一次 六道轮回之力 直接被他引动 化作了一道惊人的尾牙 笼罩住了刀魔至尊 这是 轮回之力 就在刀魔至尊咬牙 引动整个正道军总部大阵 惊动整个正道军的时候 突然间 刀魔至尊脑海之中 猛然的一个机灵 一瞬间 他瞬间明白了过来 自己为何会觉得 秦辰的剑招攻击如此熟悉了 轮回之力 六道轮回剑决 此人是通天剑阁的人 刀魔至尊心中骇人 神色震惊 倒下留人 刀魔至尊急忙打号 轰地一声 而此时 秦辰的剑光已然来到了 刀魔至尊的面前 却在他的眉心之前 硬生生地停留了下来 冰冷的剑锋 直接锁定了刀魔至尊 秦辰难难道 怎么 刀魔至尊 看着眼前的刀锋 却是苦涩一笑 收起你的兵器 本座现在相信 你不是冤魔老祖的人了 哦 秦辰意外 刀魔至尊 怎么突然间变性子了 刀魔至尊前辈 而另外那一男一女 则是惊怒 身色娇气 刀魔至尊前辈 怎么能相信对方呢 都别说了 刀魔至尊看了两人一眼 此人绝对不可能是冤魔老祖的人 华洛 刀魔至尊看下了秦辰呢 你刚才施展的神通 若我没猜错 应该是通天剑阁的六道轮回剑绝吧 你认得 清晨意外 六道轮回剑绝 乃是人族通天剑阁的捕传之秘 亦是剑阁剑组的顶级神通 我又如何不认得 刀魔至尊哭笑了 当年本座创造这四级魔刀 还曾拜访过剑组前辈 得到过剑组前辈的指点呢 当年刀魔至尊为了争夺魔族的领袖之位 行走宇宙 摆放万族枪车 感悟神通 那个时候 约魔老祖还不曾勾结黑暗一族 也不曾率领魔界进攻人族 那是一个万族百个争流 千分进度的时代 刀魔至尊为了提升自己的实力 行走在宇宙各族之中 前往过妖族 人族 海族 几乎是万族中 一些顶级强者的都曾拜访过 而真正能让他折服的高手 却是极其稀少的 人族的剑组便是其中之一 当时的他 已经是后期至尊了 但是在剑组的面前 却是连剑组的一招都抵挡不了 对方一念之间形成的可怕剑绩 瞬间就能将其粉碎 是这片宇宙无可争议的强者 后来 在剑组的指点之下 他才感悟出了刺激魔刀的雏形 后面慢慢成为了魔族中的顶级高手 因此他对剑组的六道轮回剑绝 也是有着一些了解的 而今 感受到秦晨施展出六道轮回剑绝 刀魔至尊瞬间明白了秦晨的身份 不由的是苦笑连离 他对通天剑绝十分了解 那是远古人族最顶级的一个势力 一是宇宙之中最可怕的势力之一 而六道轮回剑绝乃是当年通天剑绝的不传之力 能掌握六道轮回剑绝之人 必然是通天剑绝的继承人之一 一是通天剑绝的传人 通天剑绝的传人 定然不可能是冤魔老祖的走狗的 阁下 收起你手中的剑吧 这一切都是个误会 我为我正道军的鲁莽而感到抱歉 刀魔至尊对着秦晨苦涩摇头 拱手心里 一脸的愧疚 刀魔至尊先辈 那两名黑衣人顿时交际不已 你可千万别 都别说了 你们不曾离开过无声魔语 所以你们都不懂 刀魔至尊 瞬间毫不留情地打断了两个人 似乎回忆起了什么 眼神之中流露出了一丝景仰之意 难难道 这天地间 任何人都可能和勾结冤魔老祖 勾结黑暗一族 唯有人族绝不可能 通天剑阁 剑绝前辈绝不可能 他豁然转头 看下了两人 你们可知 当年人族剑族千辈是何等强者 两名黑衣人一正 半步超脱 刀魔至尊 宁声道 那是最接近超脱级别的强者 亦是这篇宇宙最可怕的强者之一 也是当年 亦是当年 冤魔老祖最为惧怕的存在 你们又可知 以冤魔老祖如此自负之人 为何要勾结黑暗一族 刀魔至尊 眼神冷立 不等二人回答 继续道 还是因为剑族前辈等人族强者 冤魔老祖当年虽然镇压了万族 但是 对剑族前辈极其忌惮 只有和黑暗一族联手 才能进攻人族 事实上 也正是因为如此 冤魔老祖才能获得第一次宇宙之战的胜利 否则的话 以冤魔老祖当时的实力 我魔祖早就落败了 而剑族前辈 当年便是半步超脱级枪程 距离超脱仅有一步之遥 当年的他 根本无拒我魔祖 甚至他若是自私一些 不理会黑暗一族 自可安然逃脱 以他的实力 这宇宙间无人能拦得住他 别说冤魔老祖了 黑暗一族也不行 可是他为了守护这片宇宙 镇压黑暗一族 和猎心罗公主一般 陷进了整个宗门 直接镇压了当年入侵这片宇宙 最可怕的一群黑暗强者 为的 仅仅是守护这片宇宙 而事实上 只要剑族前辈愿意 他完全可以带着通天剑阁超然室外 若能存活到现在 他依旧是这片宇宙最顶级的强者 试问 这样的一位前辈的传人 又怎会和黑暗一族勾结 和冤魔老祖勾结呢 包摩至尊连连开口 声震如雷 那神色无比的虔诚 他转头看向了秦臣 小游 我等为之前所做之事 感到抱歉 还好小游你实力非凡 若是因为我等的误会 伤及够下 那老夫心中怕是会懊悔一辈子 我等会和黑暗一辈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